欢迎大家来到互交网校的意大利语课堂 我们已经讲的足够的多了关于这两个时态 那么在进入到今天的内容之前呢 我们依旧先来复习一下我们上节课所讲的东西 好那老师呢在这边给大家编了一个小故事 我们呢就用我们所学到的一些知识 特别是未完成过去式和进过去式的一个用法 然后呢把这个小故事小短文翻译成意大利语 好我们来看一下 Sandro和他的女朋友Georgia早上7点30分就出门了 因为他们的车呢坏掉了 那么他们呢去坐公交车 然后呢在公交车站呀有许多人正在等车 但是呢这个车啊一直没有来 突然呢来了一个中年的男子 然后这男子说今天有汽车的罢工 然后呢这个罢工将会持续到中午11点钟 那这个时候呢Georgia就和Sandro说他决定不行去上班 因为他的上班的地方呢离家里很近 而Sandro呢因为工作单位比较远 他决定去打车 那么因为罢工啊 所以呢出租车呢他也没有拦到 那么最后呢他决定还是回家不去上班了 好我们来看第一句话 那么Sandro和他的女朋友Georgia早上7点30分就出门了 因为他们的车坏了 好我们说他们早上7点30出门 出门这个动作呢已经发生了并且完成了 那么这里用一个经过句实 因为他们的车坏了 就是说车坏了我们就用一个动词叫funcionare 那么车坏了就是不funcionare nonfuncionare 不工作了 那么这个车坏了或者说车不工作了 是表示这个车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动词啊 我们需要用到未完成过去实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怎么做 Sandro era sua ragazza Georgia sono ushiti di casa alle 7 mezza perque la loro máquina no funcionava 好那么他们决定去坐公交车 那么做了决定就表示这个做决定的动作 已经发生了完成了 我们这里用经过去实 那决定我们用动词decidere 然后呢decidere的主动词是avere 而且啊decidere的过去分词呢 是不规则的变成decciso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ano deciso di prendere l'autobus 下面在公交车站呢 有许多人在等车 那么我们这里有两个动词 一个是有许多人 有没有的有 另外一个人是在等车 这两个动词啊都表示了一个状态 一个是公交车上有很多人这个状态 另外呢是很多人都在等等待的这个状态 所以啊这两个动词我们都用未完成过去实 好 ala fermata dell'autobus 在公交车站 ala fermata dell'autobus cerano molte persone que aspetavano 有很多人他们在等等什么 等公交车这里的公交车呢 我们可以省略 我们也可以说 que aspetavano l'autobus 然后呢公交车一直没有来 这里呢我们要用到一个进过去实 那么来我们用arivare 好 我们来看一下arivare是用essere做主动词 然后呢 autobus是一个阳性的名词 那么我们这里的过去分词的词尾呢不需要变 好 vero l'autobus non è arrivato 下面这时候呢来了一个男子 他说今天的罢工将会持续到11点 好 那么我们看这两个动词 来和说呢是一个相继发生的动作 先来了再说 说的内容呢就是今天有罢工这件事情 那么罢工是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前两个动词用进过去实 有罢工这句话呢 这个有我们要用未完成过去实 那罢工大家还记不记得呢 好我们说 下面我们说 Giorgia就决定不行去上班 因为他的办公室离家很近 不行我们叫 Giorgia ha deciso di andare al lavoro a piedi Berque il suo ufficio era vicino 这里啊很近 我们这里的动词用essere呢 用未完成过去实 是因为呢 他近呢表示的是一个状态 因此我们这个动词就用era 而Sandro呢 他决定叫一个出租车去单位 因为他的公司比较远 好我们来看一下 Invece Sandro ha deciso di prendere un taxi Berque il suo ufficio era lontano 好最后 由于公交车罢工呢 那么出租车啊 他也没有拦到 这里呢 老师要教大家一个词 由于我们说 A causa di 那么A causa di 后面一般加上一些不太好的原因 或者说导致一件事情 失败的一个原因 我们通常前面会加 A causa di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A causa de los superos de autobus 由于公交车的罢工 Sandro呢 没有能够找到出租车 这里啊 我们就说 他没有成功的找到出租车 那这里成功的这个动词 我们用什么 reuxir si 他没有成功 那没有成功是一个已经发生了的动作 并且是完成了的动作 结果是一个否定的值 没有成功 那么这个动词呢 这里的一个动作 我们就要用经过去诗 Non si è reuxito 我们还记不记得 reuxir si 后面是加上什么呀 我们说 加上前置词 A 再加上动词原型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Non si è reuxito a trovare un taxi 他没有能够成功的找到一辆速租车 我们连起来看 Ma a causa dello sopero de gli autobus Sandro non si è reuxito a trovare un taxi 最后啊 他决定还是回家 最后我们叫 Ala fine 他决定回家 我们一样 决定 deci dere 回去呢 tornare a casa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Ala fine Sandro ha deciso di tornare a casa 好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 小短文的翻译练习 那么老师啊 这节课一下子 给大家来了一片小短文 其实同学们不用太害怕 其实我们一个小短文 就可以拆成一句一句话嘛 对吧 就等于在翻译句子 然后每一句话呢 我们又可以把它拆成 一个一个的小部分 那么一个短语 一个短语 我们一步一步 像搭积木一样 把它拼起来 其实学外语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嘛 好 那么听老师讲了那么多 你们自己 是不是也应该 做一些小练习了呢 来巩固一下吧 一起来做一个练习 巩固一下吧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正式的语法的内容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给大家讲一个新的东西 它虽然也是跟我们的 经过去时和未完成过去时相关 但是呢 没有那么难 好 我们来看小同学们还记不记得 最早学习的情态动词呢 意大利语当中啊 有三个情态动词 分别是 DUVERE POTERE和VOLERE 那我们讲情态动词啊 它后面跟的呢 往往是动词原型 是动词原型啊 那么情态动词 它自己呢 也可以来进行变位 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时态 那么当情态动词啊 遇上了经过去时和未完成过去时的时候呢 它们又会擦出怎么样子的火花呢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瞧一瞧 我在这边呢 举一个例子 即使我感觉不是很舒服 但是呢 我必须要工作 好 我们首先先来看前面一部分 即使我感觉不舒服 即使啊 我们一个短语叫ANGE SE 那么在意大利当中呢 ANGE SE就是即使的意思 我感觉不舒服 那感觉怎么样 我们这里用一个动词STARE 然后呢 很好 感觉好 我们叫STARE BENE 感觉不好 叫做NO STARE BENE 那么我们在这边是表示一个过去的一个状态嘛 我不是很舒服 这是一个持续着的状态 那么很明显了 这里的STARE 要用未完成过去时 我们前半句话就是说 ANGE SE NON STAVO BENE 但是怎么样 我必须要工作 好了 那么这里 我必须要工作 我这里的DOVERE 是我们这句话当中的一个变位动词 同时它也是一个情态动词 那么这个DOVERE 应该用进过去时 还是用未完成过去时呢 那我们同学们先来想一下进过去时和未完成过去时的区别 然后再给老师一个答案 好吗 我听到有的同学说用进过去时 有的同学说用未完成过去时 好 老师呢 来揭晓答案了 其实啊 同学们说的都对 我们呢 既可以用进过去时 也可以用未完成过去时 但是 但是有但是哦 但是呢 他们所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他们所强调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先说用未完成过去时的时候 那这句话呀 我强调的是一个状态 或者说我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 我必须要工作 但是这个事情的结果我不知道 到底有没有工作 我也不能从字面意思来判断出来 我只是说我必须要工作 但是工作了没 不知道 那这边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用进过去时 是一个什么效果 好 那么在这句话当中啊 我们的dovere用了一个进过去时 变成了 必须要工作 那么他又给我们传递了一个 怎么样子的信息呢 那么我们说呢 情态动词啊 如果在表示一个过去的状态之下 他用了进过去时呢 他所传递出来的一个隐含的信息 就是说这件事情已经发生过了 这句话呢 我就是可以理解为 我虽然身体不舒服 但是我必须要工作 那我工作了没 是的 工作了 那么他强调的是这个动作的结果 已经完成了的一个结果 而如果这边我用了dovere用了一个未完成过去时的话呢 我不能够从字面来判断我这件事情的结果是做了还是没有做 那么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区别 所以呢 当情态动词啊 遇到未完成过去时和进过去时的时候呢 我们要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这个动作的结果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再来斟酌 再来选择到底应该用哪个时态 好 那么老师在这边呢 给大家列出一个表格 那么这个表格呢 上面就写出了用进过去时和用未完成过去时的时候 情态动词所表达的意思的一个差别 好 我们来复述一下 当我要用到进过去时的时候呢 我强调的是这个动作的结果 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 那么如果我用到未完成过去时的时候呢 我可以说我强调的是我有的一个这个想法 或者说有的这个状态 我希望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发生 我不得而知 所以呢 进过去时强调动作的结果 而未完成过去时强调动作的状态 好 我们通过一些例子来体会一下他们当中的区别 我能够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工作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分别用两种时态来做一下 从中体会一下他们的区别 首先我们先用进过去时作 我能够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这项工作 好 第二个 我也完成过去时 同样意思是我能够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这份工作 但是啊 这两句话所要表达的隐含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先来看进过去时 我能够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工作 并且我已经完成了 还有话外之音哦 并且我已经完成了 我做到了 那么如果说 那么他的话外音呢 就是说 我有没有完成 我们不知道 他所传记的信息呢 仅仅只是能够在一个小时内完成工作的这个状态 但是他的结果到底怎么样 不得而知 再看一个例子 Maria想在市中心啊 买一栋房子 那么我们同样用两种时代分别来看一下它们的区别 首先进过去时 Maria ha voluto comprar una casa in centro 好 我们再来看 未完成过去时 Maria voleva comprar una casa in centro 这两句话呀 他给我们传递的信息也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进过去时 Maria ha voluto comprar una casa in centro 就说明 Maria想在市中心买一个房子 并且他已经买了 他达成了他的这个愿望 我们用进过去时 第二个呢 为完成过去时 Maria voleva comprar una casa in centro 那么他仅仅是停留在想要的这个层面上 他有没有买 我们也不知道 好 那么我再来总结一下 那么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这两个差别 其实是很简单的 如果在过去的时代当中啊 我们碰到情态动词 我们要用进过去时的话呢 就说明我们对于这个事情的 这个动作的结果是非常明确的 如果我们用未完成过去时呢 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结果不明确 不知道 这个呢 就是这两个用法最大的一个差别 好 我们来看书上第105页 有一个黄色的小框啊 他这边呢也给我们总结了一下这两种用法的一个区别 首先看第一个书上说我们用未完成过去时表示一个不确定动作的结果还不清楚 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结果到底怎么样有没有我们不得而知 好第二个我们书上说了我们用进过去时呢 表示无需再对事情做出说明 我们已经很清楚发生什么事了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嘛 我们已经知道动作的结果了 他已经发生了 或者说他没有发生 我们已经完完全全的知道这个动作的结果是什么 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进过去时 好 那么我们做了这些分辨之后呢 同样我们通过一些小练习来检验一下自己的学习成果 一起来做一个练习巩固一下吧 好那么做完了练习呢 老师啊在这边给大家放一段对话 那么同学们呢根据听到的这个对话呢来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我们书上106页的2呢 这边有很多行的句子 那么有些句子啊 我们会出现在这个对话当中 有些句子呢是没有出现在对话当中的 那么我们就根据所听到的这些对话呢 来选择哪些句子啊 它出现在对话当中 哪些没有 好那我们打起今生 一起来听一下吧 好那听过了对话呀 我们首先先不去管对话 它到底讲了一件什么事情 我们呢现在就单纯的从对话来判断下面的这些句子 它到底有没有出现过 那我们有没有听到过一模一样的句子呢 好那我们揭晓答案 这十句话当中呢 只有四句啊 是在我们的对话当中 出现过一模一样的句子的 我们一起来让它原文重现一下吧 好那么这四句话呢 就是我们原文当中啊 出现过一模一样的句子 我们来看第一个句子啊 我们仔细观察一下 我们看一看当中 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同学们感到很奇怪 或者说不理解的地方呢 我们有没有看到啊 这句话我们说是avevamo de chido 这样的一个结构呢 我们这里的助动词 用的是未完成过去时的一个边位 加上过去分词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啊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另外一种新的时态了 那么这个时态呢 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学过未完成过去时 学过近过去时 了解动词的过去分词 那么这个时态完全不成问题 这个时态呢 我们叫做近欲过去时 il trapassado próximo 那么什么叫做近欲过去时呢 简单的说 近欲过去时指的动作呢 是发生在过去的过去 再讲的通俗一点呢 就是说发生在一个过去的时间点之前的一个动作 我们就用近过去时来表示了 好 那近欲过去时是怎么构成的呢 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只需要用essere或者avere的未完成过去时的形态 加上动词的过去分词就可以构成了我们的近欲过去时 那什么时候用essere什么时候用avere做做动词 我相信同学们已经非常了解了 我们在学习近过去时的时候呢 已经不止一次的给大家强调了 如果有疑问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翻回去看一看之前的一个笔记 好 那老师这边举一个例子 让大家来看一下近欲过去时的一个变位 首先动词parare 说来怎么变它的近欲过去时呢 首先我要确定parare的主动词 我们用哪一个动词 是用essere还是avere呢 非常好 我们用avere 那么我们就按照每个人称的不同 来对avere进行未完成过去时的变位 然后再加上动词parare的过去分词parato 好我们来看一下 io avevo parlato tu avevi parlato lui lei aveva parlato noi avevamo parlato voi avevate parlato loro avevano parlato 这个呢是我们第一组动词parare的一个近欲过去时的形式 好那这里呢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partire 那么离开的意思 partire这个词我们要当心了 它是用essere来做主动词的 那么essere做主动词的情况呢 我们要注意什么呀 过去分词的词尾要跟主语的人称来进行性数配合 对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 io ero partito 或者io ero partita tu eri partito tu eri partita lui era partito lei era partita noi eravamo partiti noi eravamo partite voi eravate partiti voi eravate partite loro erano partiti 这个是我们一个第二组动词的近欲过去时的变味情况 这里呢老师也耍了一个小心眼啊 在这边用了一个essere做主动词的动词 也是提醒同学们要注意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的过去分词呢 要和主语人称来进行一个性数配合 好那讲了变味我们就要来说一下这个时态我们怎么来使用 我们说了这个时态呢是表示过去的过去 那么就说明出现近欲过去式的情况下句子大部分情况都是一个复合句 就是说它会出现两个动作 一个动作呢是发生在过去的动作 另外一个动作呢是发生在这个过去的动作之前的一个动作 那么发生在过去动作之前的那个动作 我们用近欲过去时 那么那个发生在过去的动作作为参照物的这个动作呢 我们既可以用未完成过去时 也可以用近过去时 举一个例子 我不饿了因为我已经吃过饭了 那这里我不饿了是指一个过去的状态 我们这边要用未完成过去时 no avevo fame 因为我吃过饭了 那么吃过饭在我不饿这个状态之前发生的 那么这个吃过饭这个动作是过去的过去 那么吃饭这个动词呢 我们就要用到近欲过去时 我们这里说 avevo ya manjato 那我们把整句话连起来一起来看一下 no avevo fame perque avevo ya manjato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句 我吃那么多是因为我没有吃早饭 我吃的多呢是一个发生过的动作 我这边用近过去时 ho manjato tanto 我吃的很多 那我没有吃过早饭 这是一个发生在我吃的很多这个动作之前的一个动作 所以呢 我这里需要用什么呀 非常好 近欲过去时 那吃早饭 fare golazione 做近欲过去时 便为 avevo fatto golazione 我们连起来 ho manjato tanto perque non avevo fatto golazione 好 那同学们有没有理解近欲过去时的一个用法呢 那如果现在觉得有一点不能够接受也没有关系 我们在下一堂课啊 也会继续给大家做一个建欲过去时方面的一个复习 好那老师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那么今天呢 我们首先给上节课的近过去时和未完成过去时的区别做了一个复习 接下来呢 我们也给大家讲了情态动词 dovere potere和volere 在分别使用近过去时和未完成过去时的时候 他们所表示出隐藏含义的一个区别 那么之后呢 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新的时态 叫做近欲过去时 它表示过去的过去 那么它的变位其实很简单 esere和vere的未完成现在式变位 加上动词的过去分词就可以了 好 那么今天的内容可能会有一些多 也可能会有一些复杂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每一堂课都会就上一节课的内容来进行一个复习 但是哦 下去之后 我们还是要好好的看一下课文 看一下双课的笔记 来加强自己的印象 这样子呢 在复习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做到事半功倍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一国万花筒的环节了 好 那今天的一国万花筒呢 我们来讲一讲 伯加丘的时日坛 Dicameron di Boccaccio 那如果我们说啊 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的话呢 那伯加丘则正式的宣告了一个崭新的人生观的诞生 因为在他的作品当中呢 我们能看到 我们能看到 Boccaccio啊 把他的注意力完全转向了一个世俗的生活 勇敢的向教会的统治呢 发起了一个挑战 如果我们去阅读时日坛的话 我们会发现啊 他虽然是一部14世纪的作品 但是他里面所阐述的一些故事啊 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时日坛中故事的一些所要表达的内容 或者说那种荒谬 其实在我们当今的社会当中是屡见不鲜的 那这也是一部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有意思的作品 时日坛呢 当中的一些故事啊 你可以在阅读的时候呢 把你逗得哈哈大笑 但是呢 在读过之后 你会发现在当今的生活当中 是完全能找到对应的例子的 所以我们说 这是一部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 即使他写于700多年前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部作品的一个背景 在1384年的佛罗伦萨呢 来了一场可怕的瘟疫 这个呀 就是著名的黑死病 那同学们啊 也会赞叹于如今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 以及国家 包括希腊 以及意大利南部的这些小岛上 漂亮的 可爱的 白色的房子 其实呢 这也是与黑死病 以及中世纪的瘟疫是有关的 人们把房子 粉刷成白色 就是为了来抵抗这种瘟疫 这种鼠疫 因为呢 在瘟疫的情况下 死了很多人非常不干净 也是吸引传播的非常多 那么人们呢 就把自己的房子来 漆成白色 来显示出这种与病魔对抗的 这样的一种心态 好 我们来看一下 1384年的时候 黑死病袭击了弗仑萨 然后尸骨遍地 就简直是一场人间灾难 就像世界末日到达的时候一样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 有七位姑娘和三位英军的少年呢 邂逅在一个教堂当中 那他们并且一起相约 要怎么样 要逃离弗仑萨 要逃离这个瘟疫的中心 那么他们就来到了 距弗仑萨不远的 Fizzore Fizzore这样郊外的一座别墅当中呢 愉快地度过了两周 那么他们毫无固执地在一起唱歌 跳舞尽情地享乐 并且啊 在这两周当中呢 每天选取一个国王 或者一个女王 来组织一个故事会 那每天呢 每个人必须按照国王 或者女王的一个要求 或者旨意呢 来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 哎 说到这里啊 如果是数学的学霸的同学 就会来问了 你不是十个人吗 两周不是有十四天吗 好 老师这就来解答这个疑问啊 因为按照当时的约定呢 每周五和每周六 为祈祷日 不举行故事会 所以呢 每一周就剩下了五天的时间 两周正好是十天 一人当一天国王 每个人都可以在他当国王 或者他当女王的这一天呢 来要求余下的九个人 来按照自己的旨意 来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所以啊 这样十个人 十天 一共讲了一百个故事 这一百个故事呢 就组成了我们的这一部 不朽的作品 十日谈 十天呢 他的故事啊 取材极其的广泛 有的呢 来自于古典文学 有的呢 也是来自于东方 拜占庭 或者是法国的一些民间的传说 还有的呢 就直接描写了 博家丘生活的 那个时代的一些故事 一些可笑的故事 那么这些故事啊 无论他取材何处啊 都集中了体现了一个主题 人 或者更加确切的说是人性 所以啊 后人就把这部作品呢 称为人间喜剧 那么简称人曲 将呢 与淡丁的 La Divina Comedia 神曲呢 来形成了一个对应 那在这部作品当中呢 当时 博家丘所生活的 那个时代的教会啊 成了着重的打击对象 在这部作品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时社会的一种荒唐 极其荒唐的一些景象 虽然是非常有趣啊 你一边读会一边笑 但是 回过来想一想 其实和我们当今 社会当中的一些问题 其实是非常相似的 因此我们说 博家丘是一个 非常非常伟大的作家 他早在700年前 就把人类的一个人性啊 这个可以说是弱点吧 描绘到了极致 永远不会过时 直到现在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一看 还是那个样子 不过啊 这部作品呢 对当时社会 也是产生了一定的积极的影响 也加速了教会统治的一个灭亡 好 那意大利有一名很著名的文艺评论家 叫做 Dessantis 那么他们来评论博家丘啊 称他为14世纪的福尔泰 把人间的各一种丑相 或者说一种现象 荒唐的现象啊 做出了一个自己的调侃 好 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 异国万花筒的内容 关于意大利文学的点点滴滴 好 那同学们 我们下次课再见啦 Ciao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